海洋在地球人心中是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宇宙有很多很多的星球 却还没有看见外星人的真面目 有专家甚至猜测外星人也许不是在陆地或者天空 而是在海洋中 今天要讲的这个诡异海底标速 位于加勒比海岸的格里纳达 被国家地里列为世界25大奇迹之一 融化的脸庞 胸腔被格里钻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口 还敢爬行在人的脖子上 傍晚出来觅食 这里如同超自然主义者 或者莎士比亚想象出来的亚克兰蒂斯岛屿 海底雕塑的设计者是贾森泰勒 贾森很早时候就与海洋有着联系 小时候的他超级喜欢探索海底的珊瑚礁 那些美好的童年时光 为海底雕塑提供了最初的创作灵感 而建造这个海底雕塑的最大原因 是因为作为著名的海滨圣地格里纳达 每年要接待大量游客 这给当地海洋生态造成严重压力 对珊瑚礁影响尤其严重 水下博物馆可在吸引游客的同时 减少造仿天然珊瑚礁的游客数量 这些雕塑品全部由酸碱度平衡的生态混凝土制成 这种生态混凝土能够让海洋生物 附着栖息在其凹凸不平的表面或空隙内 不仅可以让珊瑚自由地生长 还可以吸引很多岛类和鱼群 这样既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 还会在海底形成一个生态系统 怎么样 有没有很诡异